把西红柿放入大米里 这个做法很多人没有吃过 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个漂亮的西红柿 先打上十字画刀 然后放进一个大碗里 倒入开水 把西红柿的外皮烫一烫 烫下来的西红柿外皮接下来 这个水太烫了 不要烫到手哦 西红柿对半切开 硬心去掉 再切成厚片 最后切成小块 放入盘里备用 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大米 倒入锅里 再倒入一盆清水 把大米淘洗一遍 大米洗一遍即可 换完水之后 向里面加入半勺香油 里面放入一勺香油 蒸出的大米 米香味更浓 先搅拌均匀 接下来将大米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的量 没过大米一公分 发辣平整先备用 起锅倒油 里面放入大蒜爆香 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土豆 胡萝卜 香芹 青豆 香菇 配菜下入里面进行翻炒 拌匀以后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把调料翻拌均匀 这个菜不用炒熟 炒至两分熟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炒好的配菜倒入锅中 然后把西红柿倒入锅里面 用铲子把西红柿发辣平整 接下来放入电饭堡 盖上盖子 按煮饭键 这样我们一锅出的西红柿米饭就做好啦 搅拌均匀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人单省事儿 营养美味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做吧 今天就到这儿 拜拜 拜拜